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在广岛市中心的和平纪念公园附近抗议 要求废除核武器和撤走美军基地 反对奥巴马访问广岛 二战期间美军先后向日本广岛同长期投放原子弹 较早前安倍表明不会回访珍珠港 早晨早晨 来到5月27号星期五 早上8点08分的运动人生 虽然现在挂着三号风球 但是都要做运动 大家可以在一些有牙遮头的地方做 又或者室内 像家里那样做运动 今天就是星期五 每逢星期五的运动人生 我们节目就会和大家分享太极 节目里面继续邀请到 中华太极社的创会主席 也是陈诗太极拳的传人 冯军尼师傅 冯师傅早晨 早晨 白宁 也有中华太极社的秘书长刘淑恩教练 刘教练你好 你好白宁 我们今天就是最后一堂的太极 会和大家分享两个理论 其实我们过去八集里面 已经分享了头八个太极十大理论 包括太极权论、太极精论、太极气论、太极神论、太极心论、太极意论、太极理论和太极情论 今天我们卖大包一起讲两个理论 包括太极招论和太极胜论 我们先讲第九个太极理论 太极招论就是招式的招 是不是解释每一式里面的理论 招就是招式的招 也是吐露拳中的动作 这些动作包括什么 其实包括手、眼、身发和步发 每一个动作为之一招 然后招招是相成的 我们练太极拳的时候 然后我们要准确掌握动作的变化 承前启后 令身体内的血脈和外形的动作 要一气贯通 不能出现一丝一毫的隔壳 隔壳即是阻塞或者分开 所以我们要做到承前启后 很配合的动作和内气的运行 好,冯师傅,这招里面有没有一些补充呢? 这招就是太极招论的 好,我在这里讲一下太极招论 招论就好像讲到的 太极招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次 他都讲究联冠 联冠不断 联冠的 他讲究了联冠不断 联冠不断 对了,一气呵成 就像做事一样 做一些事情 就有非常认定的 一鼓作气拿去做完了 不能说来做做 停一停 停一停 做一做 那个就是 太极招论就是不够协调了 那当我们练习太极透露的时候 因为有五十六式的嘛 我们是续式续式拆开它来练呢? 还是每一次练习的时候 一气呵成练了五十六式的呢? 这个呢就是说 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 是一招一招一式一式列的 为什么刚才提到的联冠不断呢? 就是说根据我们动作的熟练 根据我们大家练习的进步以后呢 就是说争取一气呵成 打出这个五十六式的这个动作 这个呢也需要大家呢 有一段时间的练习啊 去用功的 然后呢可以再拿它分开来练习 就是说呢 把它的变成单式练习 它有些跳躍啊 打脚啊 发力啊 它这些动作呢 需要单次练习的 嗯 是啊 白灵完全认同呢 每一式应该是续式续式慢慢去练的 其实你就不是那么掌握到整个套路 你可能呢只是掌握到呢 那个套路一些的外表 一些的皮毛 但是它实质里面的那个精髓呢 你跳得太快了 掌握不到啊 这个呢就需要呢 大家呢 在练习当中呢 就是说来 有招数有断断续续啊 嗯 这个也需要正常的 是 因为我们大家都需要一个过程的练习 是 就是说来去揣摩它 是 就是说呢 让大家更加的用心的去练习 是 就好像吃骨那样 就是比如说吃汤渣那样 你慢慢拦啊 才拦到它里面的精髓 就拿到鼓水拿出来 是 那等同呢 练习的太极一样 每一式呢都有它的精髓的 你学了之后就要 重复又重复去练习去领略 去掌握里面的那些精髓 究竟是怎样的 因为每一式 都有一个深层次在里面的嘛 有一个意义啊 各方面 啊 你很快就练了 那就浪费了前人所发展啊 去发明啊 这个套路是怎样做的 你刚才说的是非常正确的 嗯 是的 还有其实很多的运动都会啊 蓝球啊 田径啊 很多的项目呢 就是你看看它 好像很快就做完 那几秒的动作 但是这几秒的动作里面呢 其实你再测试它的话呢 每一个动作你能够是做得精 做得准的话呢 都整个动作你做出来 一气呵成去做的时候呢 才会准 才会大力 才会软 才会快的 就像你刚才讲的 就是呢 打球吧 就是说一个运球 是呀 一个船球 是呀 就是说一个投篮 不是需要练习多久呢 是啊 那么中国很多的运动员呢 其实呢 每一天呢 都很艰苦去练习 他每一个动作 能够做得很精细 尤其是跳水 一样的 跳水呢 啊 见到他们呢 几秒一声呢 从十米跳到水那里 但是 他每一个动作就是 反复又反复 反复又反复 逐步去练习的 所以呢 要做到一位出色的运动员呢 一点都不容易 虽然我们听众呢 又或者白龄 本身呢 未必是你的职业是运动员 大致是想身体健康 但是你身体健康之余 不要浪费那个时间啦 做得精做得准 一举良德 又可以身体健康 又可以学习太极拳 学得整的 是的 好 我们讲完太极招论 讲最后一个理论 就是太极性论的 那刘教练 太极性论是什么呢 嗯 这个太极性论的性呢 就是讲性质的性 那是讲 事物的本质和特点 那世事万物呢 各有属性的嘛 是不是 是 阴和阳 都是其基本的属性来的 那如果在太极拳里面呢 就是根据事物的阴阳 的属性 然后创造而成的 记得吗 我们之前讲的 太极拳是基于阴阳 那个理念来创造出来的嘛 那好了 阴阳呢 我们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 江阳和阴柔 对立统一 互相转化 生生不息的 连练不断的 变幻无穷 那在练太拳的要领的时候呢 其实呢 我们呢 就要不偏不矣 是 什么为止 不偏不矣呢 OK 古缺有云呢 顺阴无阳 就是远手 顺阳无阴 就是硬手 一阴九阳 跟头棍 二阴八阳 是散手 三阴七阳 柔角硬 四阴六阳 类好手 唯有五阴五阳 清妙手 好了 所以呢 我们要做到 不偏不矣呢 就是要做到五五波 在中间为止 那 你是不是想问 为什么呢 我相信听众都想知道 为什么呢 刚才刘教练 所说的那段文章 是的 相信 很多听众 都好像八龄 现在的头颗顶上 有很多个问号在 是的 不知道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不如我们问一下 冯师傅 冯师傅 刚才刘教练 所说的那篇文章 那篇文章 是怎么解呢 是的 怎么可以做到 刚才刘教练 就说五五波 关五五波 什么事 不是我们应该要 全心全意 全力以赴 做到最好吗 是 刚才就是说 楼书英教练讲的 就是讲的 五阴五阳啊 它这个要诀呢 是城市太极权里边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为什么讲呢 它一阴一阳呢 一阴九阳呢 为什么说 像个棍子一样 就是说呢 就是咏咕咕咕的 死板板的 就是直来直去的 就是二阴八阳呢 二阴八阳呢 就是说 哎 开始有转换了 就是开始就没那么 死咕咕死板板的 对了 就是有阴 有阴 对了 就是有阴 就是说 开始产生这个阴 柔之力 是的 其实慢慢慢慢学的时候 我们一开始 一定是咏咕咕咕的去做的 但是 练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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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就会慢慢领略到那种精髓出来啦 开始慢慢换到骨头一些的精髓出来的时候 就会知道 哎呀 对哦 在这些动作里面 对了 对了 就要有一些可能阴啊 有些可能要刚刚的啊 但是 没做得最好的 慢慢继续换 对 为什么 三阴七阳呢 三阴七阳呢 就是说呢 水准呢 都有一定水准了 嗯 就是说 不管你打球啊 或者 人家 朋友一起玩 就是说 摔跤啊 推手啊 这次玩的时候 自己都懂得去有变化了 是的 是的 因为 其实每一样的运动呢 你能够可以换 里面的精髓呢 慢慢就会越来越劲啊 对 是啊 那么当你见到自己啊 进步呢 越来越大的时候呢 你的信心又强了啊 对这项运动呢 也都会越来越投入的 对 刚才咱们讲的 六阳四阴呢 为好手呢 就是说呢 主要讲的 给对抗的训练 嗯 自己都可以开始能控制对方 讲的 就是说 两个人在交手的时候呢 自己就可以听到对方的力 掌握对方的力 就可以借力打力 是 但是要做到这个呢 要听到对方 万次这样去做呢 才知道领略到 然后慢慢慢慢呢 下一步呢 去到一个极点的时候呢 就会知道对方呢 下一招 比如说 你出了一招的时候呢 你就会感觉到对方应该是用什么招式的 然后就可以连销大打去还击的 五阴五阳呢 就是说呢 称妙手 妙手呢 听这个字也就说好神奇了 妙手嘛 就是说对方一动 自己就要控制对方 又不能伤害到对方 就是控制到对方又不会伤害到对方 这个是更加高招的 对 为什么说妙手呢 就等于就是人跟人的交往 他的一举一动 都在你的控制之中 是的 其实呢 刚才冯师傅所说的这件事呢 你能够可以控制到对方 但是又不伤害到他呢 其实呢 又正正反映到中国的文化 就是 是 你是攻击我 但是我控制到你 但是我不会打伤你 打死你的哦 我只要控制到你 就行了 给你一个机会 去反省你的人啊 究竟是 你自己为什么会做错啊 这样的 那么控制住你 希望你可以改过自身 其实在中国的功夫里面 是可以感受到中国的传统文化 对 这个就是讲的 并不是人跟人交往是打伏的 嗯 而让他感觉到你 就是说 让对方感觉到你很深 是 哇 就是一锤打进来了 好像为什么说太极拳 好像打到棉花里了 一锤打下来 哎 他没太用力 嗯 他一脚踢过来 让人家不知不觉的 怎样呢 你让过去了 怎么让你自己要跌倒 又被对方扶得住你 是 又没有伤害到你 是呀 这些真是真功夫 对 这个就是说来 他的妙手所称呢 就是说来 自己所有的智慧 嗯 一定要超越于人 是 是 要比人厉害的 这个不是说 列一点 要列人好多 才能讲到 自己能控制对方 是 就是对方的一举一动啊 不管出脚出脚啊 都是在自己的控制中 嗯 没错没错 所以呢 要学到好的态极呢 不是说只是 学到里面 怎样去攻击人啊 或者怎样去防守啊 其实呢 你慢慢慢慢慢慢 抬起来的时候呢 也都会感受到 中国文化在这里的 就在透过这个武术里面呢 虽然是 我来呢 譬如说 遇到一些的襲击的时候 是 你要是制服人 但是你制服之余呢 你也都不要伤害到 希望给一个机会 去改过啊 这个就是我们 这么多年来的 中国的文化 希望大家呢 可以 学到这两样东西啦 学到 对自己的身体有包装 其实不是两样东西 这个是三样东西 身体的强壮啦 第二 学到那个武术 那个攻防 那个策略啦 第三 就是那个文化在这里啦 这个句话说得很好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刚才 一英九阳啊 二英八阳啊 三英七阳啊 他讲的意思就是 刚开始学了功夫嘛 是 我们不管学哪个 一学功夫 就跟我讲 人家 鄙视一下 是啊 去试一试 是啊 对不对啊 是啊 只要你水准越高 你就越不想做这个事 没错 还有呢 有一样东西呢 也都可以学到 透过太极 就是刚才呢 冯师傅啊 和刘教练所讲的那些文章 古决啊 一些是古决 要学习这些古决呢 慢慢慢慢透过太极呢 因为要看一些的书本啊 去慢慢领略啊 而你的中文那个写作的方面呢 都是有帮助的 那今天呢 八龄也都深深体验得到 原来自己的 对于中国的文化 对于中国的古决啊 对于中国的那些文化啊 完全是 不是这么碰的 所以呢 慢慢去深掃 啊 学习呢 其实就没有分年龄的 虽然八龄已经都开始慢慢一把年纪了 但是 学习就没有分词和早的 你能够呢 把握你的机会去学习的话呢 就算你是比较大年纪一点点 都不要紧要 只要有恒心 铁柱都磨成针的 好 谢谢冯师傅和刘教练呢 和我们分享了 刚才两个的太极理论啊 包括就是太极招论和太极胜论的 那八龄呢 都知道大家呢 过去的 头那八个理论呢 可能不记得了 不要紧要 上回到我们香港电台 数码35台的网站 找回运动人生 逢星期五的太极呢 听回我们的重温呢 就会一清二彩呢 十个理论呢 是说些什么呀 怎样可以吐落我们的人生里面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有请楼教练 带领我们做热身 做完热身呢 就学习今天了 两式啊 包括就是第55式 左金刚倒队 和最后一式 第56式 你现在听的是香港电台数码35台 运动人生 主持郭伯玲 我们以下来的这个动作呢 就叫做狮子斗毛 那听个名字都很厉害的了 那呢 其实这个动作呢 就是对我们的 人体五脏六腑 内脏呢 的运动很好的 腰肌啦 和加强我们的伸臣代謝 对血液循环都非常好的 如果你是 劳累呀 做完这个动作呢 就会觉得整个人都鬆了 还有一样很重要的 就是可以消脂 减肚腩的 那令到我们的腰呢 千世的 和它加快这个 这个腸道的蠕动 那所以呢 做完这个运动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有少少感觉 都不一定的 好 那这个动作怎么做的呢 双腿站立与肩同欢 双手的前臂呢 握拳屈袖 就这样放在腰旁就行了 成一个L字形 手呢 摆在身体旁里 作定位 好了 现在预备了 开始 腰呢 就向前 搓动 向后 搓动 向前 搓动 向后 搓动 那动作就好像旋腰那样的 身体呢 要自然放松 我们去感觉身体的前后 动动 OK 来 我们说一说要点了 那动动时呢 我们的意识呢 尽量放在腰上 保持身体的上身 和脚 腿 自然放松 搓动的速度呢 可以由慢至快 因人而异 身体呢 越放松呢 震动的感觉呢 就越大 身体越僵硬的话呢 就越难震动的 所以很重要 我们就是要放松的身体 集中的思想 在腰的搓动 旋腰那里 那还有呢 这个动作呢 和扭呼拉圈不同的 大家千万不要 将腰扭 大弧度的左右的扭 不是这样的动作来的 那我们只是 向前搓 向后搓 所谓旋腰 OK 那好了 现在我们一起做十次这个动作了 好 第一 向前搓 第二 向腰向后搓 第三 向前搓 第四 向后搓 第五次 向前搓 第六次 向后搓 第七次 向前搓 第八次 向后搓 第九次 向前搓 第十次 向后搓 OK 那大家可以慢慢试下 由慢到快去做这个运动吧 你现在听的是香港电台数码三十五台 运动人生 主持郭伯玲 麻烦 谢谢刘淑欣教练 刚才带领我们做完以身 做完以身 学习今天的太极套路 上个星期五 我们学习到第五十四式当头炮 今天就学习两式 包括第五十五式左金刚倒队 和第五十六式秀世 将个时间交给刘淑欣教练 好 第五十五式的左金刚倒队 就是由四个分动作组成的 第一个分动作就是变长平女 第二个分动作就是虚步疗长 第三个分动作就是举拳提失 和第四个分动作就是振脚扎拳 好了 我们开始学习第五十五式 左金刚倒队之前 我们重温一下第五十四式的当头炮 最后一个动作 好 我们两脚屈樽 重心就是在右脚 我们的右拳就是与左胸同高的 拳心向女 而我们的左拳就是在右前臂内下方 臂就是眉屈 拳眼向上的 眼看着右前方的 好 接下来我们就学习第五十五式的 左金刚倒队 第一个分动作 变长平女 身体重心 身体重心稍移向右腿 两拳变长 右手外旋 左手内旋 两掌心困向外 向右前伸展 掌和肩膀高 指尖 指尖向右 指尖向右 然后我们的重心移向左腿 上身左转 两掌向前向左 画胡平女 至右手同胸口高 左手和肩膀高 眼看着右手 好 好 第二个分动作 虚步疗掌 我们的身体重心移向右腿 身体就向右转 然后我们的左脚向前上一步 脚尖碰地成这个左虚步 同时我们的左手画胡 外旋 前辽 至左腹前 掌心就斜向上 指尖就斜向下 右手就向下 向前 向上画胡 外旋回收 掌心就向下 合于左前臂 背上 眼看着前方 好 第三个分动作 举拳提膝 左掌变拳 屈臂上举 致与臂同高 拳心就向内 右掌就落在腹前 掌心向上 同时我们的左腿屈膝提起 脚尖眉 脚尖眉 翘起 眼看着左拳 眼看着前方 好了 我们今天做完我们的第五十五式 左金刚倒队 我们现在开始做第五十六式的收势 第五十六式的收势 就是由两个分动作组成的 第一个分动作就是屈樽十字手 第二个分动作就是落掌并立 好 现在我们做第一个分动作 屈樽十字手 好 重心移去两腿之间成屈樽 右掌托着拳向上 而后左拳变掌 两掌同时内船立掌 掌心困向外 两碗相贴 右掌在外乘十字手 眼看着两掌之间 好了 接着我们下来就是第二个分动作 落掌并立立 两腿伸起 两臂内船 掌心向下 两臂慢慢下落于身体两侧 然后我们就左脚向右脚并拢直立 眼相目前平视 好 我们刚刚做完第五十六式的收势 我们已经圆满地完成了 学我们的陈式五十六式太极拳竞赛套路 希望大家听众多多练习 是的 没错 只要多多练习 我们就会有所进步 还有身体越来越健康 如果大家想清楚了解 第五十五式和第五十六式 这两式怎样做的话 可以上到我们香港电台 数码代DAB加的Facebook专页 就会有冯君李师傅亲自吃饭 谢谢大家 一日之计在于晨 一起做运动展开新一天 运动人生 主持郭百宁 好各位听众 回到第二部分的运动人生 在节目里继续和大家分享太极 所以继续有中华太极社的秘书长 刘淑欣教练 刘教练 你好 你好巴凌 刚刚在第一节运动人生 我们刚刚就学了第五十五式 左金刚倒队 和第五十六式 瘦势 先讲讲第五十五式 左金刚倒队 这个名字 头三个字 八龄都明白 左金刚 做一个左边 一个金刚的形态 很有威势 很有气势 但是 什么是倒队 倒队 就是我们 起拳 然后扎拳落地 蹲脚 那一下 金刚蹲地 是的 就是有威势 运用脚的力 踢落地下的时候 同一时间 我们的手 有个拳头 在我们中间的位置 叫做向下 側 就是向下 按些力 在地上 是的 我们的拳 那个脚力 是气沉丹田 然后带到 我们的脚沉地 啪一声 但是那道气 首先 一开始在哪里 然后才落到丹田 其实 嗯 是否在身体中间的位置 如果丹田的位置 就是肚致下少少 下两分 那样 所以当我们 运气的时候 气直落丹田 哦 就是可能在我们 心脏的位置 在中间的位置 身体 然后当我们 气沉丹田 同一时间 就是我们当 去做这个手势 那么久的时候 同一时间 气沉丹田 和做这个动作 是的 是个气带动 好 OK 震落地下 然后有这个声 OK 就不是我们的脚 自己在那里 噢 是的 是的 当然是个身体 就是做这个色的时候 那个气势 是的 还有脑气的配合 明白明白 白灵之道 金刚岛队 其实在第二色的 陈式太极拳 竞赛套路里 已经学过 右金刚岛队 咦? 为什么会来到第55色 才做这个 左金刚岛队 白灵之道 有一个连贯性 一个就是右边 现在这个就是左边 为什么不在第二色的时候 学完以后 就立刻在第三色 学左金刚岛队 反而要隔了 那么多色之后 才做那个左金刚岛队 因为在这个竞赛套路里面 其实我们就是 由开式 起式开始 运行一个圈 一个动作 一个套路 它起式在这个位置 而它修飾 都会是回到这个位置 所以在走这个套路的时候 这个铺牌 这个左金刚岛队 就刚刚在套路的尾结的时候 就可以令到我们的动作 去回到我们的圆位 所以 就刚刚好 配合到这个运行一式 OK 刚才我们跟着 刘教练 学习了第55式 左金刚岛队 其实整个套路里面 还有什么是左边的招式 还有很多下的 我们有左的六峰四弊 我们有左单边 我们有左边的掩手轰锤 有左摆连 左的夜马分钟 左激地锤 左边的连珠炮 和左边的云首等等 你看到我们这么多左边的练习 其实在一般我们平时练习的套路里面 多数都是右边的 但今次在这个陈式五十六的竞赛套路里面 它特别铺牌了很多左边的练习 令到我们提升我们的能力 和我们的平衡点 所以左边是更加难去做的 因为我们经常不相信 对于一些右腰的人来说 左边是有点难度的 而右腰是大部分的人 是的 所以对于大部分来说 做左边的确是有点难度的 但对白灵来说 就比较容易做左边 因为白灵左右的 但是做右边的时候 都是有点滴住滴住 不是那么顺畅的 所以很简单 两边要做勤加练习 两边自然会做得很顺畅 很smooth 做得很好 第五十五式就说完了 我们就说第五十六式 修世 修世的动作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很简单 修世做一个修世的动作 没有什么难度 其实修世 在这么多式来说 是最难的一式 因为要修得漂亮 但又要修得由气势 一点都不容易 是吗?盧教练 绝对是 因为在我们打完一套拳里面 我们的内气已经运行了五十六式 在那段时间里面 当我们做这个修世的时候 我们要做到气龟丹田 将所有东西收回到我们的丹田位置 所以来一个很安静 平静的样貌 所以这个是一个难度高的 这个看来是安静的 但其实里面是有个气在里面 沸腾完之后收回去 是的 很多学习者 很多时候做完头五十五式 就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但是去到第五十六式 趕着下班 永远就是 得过扯过 站了去就做完了 但是这样做是不行的 因为 你到最后说 比赛的时候 你见到一个 评判见到你 头五十五式 很好 给你很高分 但是你到最后 做第五十六式的时候 就快快出赛 趕着下班 回家吃饭 什么都没有了 真的扣了分 林美香 本来是冠军的 都未必可以得到冠军 所以这一式 真的 大家不要偷懒 真的要做好去的 好 谢谢刘教练和我们分享了 这个时候我们听听 健康小提示 听完再重温一次第五十五式 左金刚倒队 和第五十六式 瘦势格 上个星期五 我们学习到第五十四式 当头炮 今天就学习两式 包括第五十五式 左金刚倒队 和第五十六式 瘦势格 将个时间交给 刘淑欣教练 好 第五十五式的 左金刚倒队 就是由四个分动作 组成的 第一个分动作 就是变长 平女 第二个分动作 就是虚暴寮长 第三个分动作 就是举拳提失 和第四个分动作 就是震脚扎拳 好了 我们开始学习 第五十五式 左金刚倒队之前 我们重温一下第五十四式 第五十四式的当头炮 最后一个动作 好 我们两脚屈樽 重心在右脚 我们的右拳 就是与左胸同高 拳心向女 而我们的左拳 就是在右前臂 内下方 臂就是眉屈 拳眼向上 眼看着右前方 好 好 接下来我们就学习 第五十五式的 左金刚倒队 第一个分动作 变长 平女 身体重心 移向右腿 两掌向前 向左 画胡平女 至右手 和胸口高 左手和肩膊高 眼看着右手 好 第二个分动作 虚步療长 我们的身体重心 移向右腿 身体向右转 然后我们的左脚 向前上一步 脚尖碰地 成左胸部 同时我们的左手 画胡 外旋 前辽 至左腹前 掌心 斜向上 指尖 斜向下 右手 向下 向前 向上 或 外旋 回收 掌心 向下 合于左前 臂上 眼 看着前方 好 第三个分动作 举拳提室 左掌变拳 屈臂上举 致与臂同高 拳心 向内 右掌 就落在腹前 掌心 向上 同时 我们的左腿 屈膝提起 脚尖 眉 翘起 眼 看着 左拳 好了 第四个分动作 震脚扎拳 现在我们的左拳下落 扎击 扎击我们的右掌心 扎击我们的右掌心 同时 我们的左脚 向右脚内側 踏地震脚 两脚相距大概20厘米 眼看着前方 好 好了 我们今天就做完我们的第55式 左金刚倒队 我们现在开始做第56式的修势 第56式的修势就是由两个分动作组成的 第一个分动作就是屈樽十字手 第二个分动作就是落掌并立 好 现在我们做第一个分动作 屈樽十字手 重心移去两腿之间成屈樽 右掌托着拳向上 而后左拳变掌 两掌同时内船立掌 掌心困向外 两碗双贴 右掌就在外 乘十字手 眼就看着两掌之间 好了 接着我们下来就是第二个分动作 落掌并立 两腿伸起 两臂内船 掌心向下 两臂慢慢下落于身体两侧 然后我们就左脚向右脚并立直立 眼 双目前平视 好 我们刚刚做完第五十六式的收势 我们已经圆满完成了 我们的陈式五十六式太极拳竞赛套路了 好 谢谢刘教练 我们重温了第五十五式左金刚倒队和第五十六式收势 今天就是最后一集 学习太极 冯君利师傅和刘淑淑教练 有没有一些说话想和我们听众说一说 冯师傅先不如 好 在这里首先要多谢运动人生 希望大家还有时间要多听运动人生的节目 多做一点运动 对自己的健康 对家庭 对工作都有一定很大的帮助 好 是的 因为有身体健康才可以陪你的家人去玩 去旅行 这样的 如果你有一个 譬如说打坏的身体的话 怎样和你的子女去旅行 去happy呢 是吗 还有强劲的体白才可以应付香港那个忙碌的生活 你这个老板怎样做你 这样的 才可以日日夜夜 才可以应付到的 那刘教练 有什么话和我们听众说呢 虽然我们的太极节目 暂告一段落 但希望大家勤加练习 千万不要忘记之前教的东西 有空就想回去网重温一下我们的节目 还有看一看冯师傅的示范 可以提起你的记忆 继续练习 对你的身体 身心 都有很好的帮助 是的 没错 运动是你人生的一部分 就像我们的节目名一样 运动人生 为何要改这个名字 就是希望大家 平时不做运动的朋友 希望可以慢慢养成习惯 去做运动 希望运动 就是你人生的一个部分 每天都做运动 每天都可以非常开心 开朗 因为你每天能够做些运动 才上班的时候 其实你的人很精神 才可以应付到每一天的忙碌 每一天的挑战 有缘在空气中 和冯君利师傅 和刘淑欣教练 再分享太极 好吗? 多谢巴凌 多谢巴凌 下个星期说些什么呢? 记住留意我们 运动人生的宣传声带 留意着我们香港电台数码35台 多谢了冯师傅 多谢了刘教练 Thank you 有缘再见 拜拜 多谢香港电台 多谢观看